用吃不完的蛋挞皮来做三道入营料理吧 擀好的蛋挞皮切成硅程的正方形 撒上白糖上下对折两次 中间再折起来 缺成一厘米框的厚片 再撒一点白糖 150度烤20分钟 第二刀蛋挞皮里刷上一层番茄酱 放入苏菜粒 培根 虾仁 植树碎一定要多来一点 200度烤上20分钟 用罗勒碎点汁一下 一口一个的海鲜培根披萨就做好了 让塔皮压扁之后直接烤 就会变得非常的酥脆 在烤好的塔皮中间挤上奶油 叠上一层塔皮 放上喜欢的水果 我用了草莓 蓝莓 还有芒果的 打包起来 准备出发去露营了 春天的气温刚刚好 微微的凉风 搭配着蝴蝶酥小蛋糕 真的是太惬意了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松软绵密到会 的蛋糕你吃过吗 先在碗里打入煮个鸡蛋 将蛋黄捞出来备用 蛋黄糊最关键的就是油温 趁热散入低筋面粉 搅拌至丝滑之后 再倒入牛奶 蛋黄 搅拌均匀 蛋白打发的时候 记得加点柠檬汁去腥 打发的关键有两点 厨具记得要无水无油 白糖要分次加入 先将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加入蛋黄糊中 搅拌均匀后倒回去继续搅拌 模具里记得要铺油脂哦 反正三年 用巧克力酱在表面滑出条纹 再用牙签来回滑动 除了好看之外 还可以蛋糕加了一点巧克力的风味 烤盘里倒入一点开水 用水浴粉来烤 表面不容易开裂 膏体也会更加的软糖 然后就可以脱模了 轻轻一拍 这个蛋糕都会抖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蛋糕 口感绵密香浓 你听 甚至还能听到气泡魄力的声音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很多人鱼头买回来 不是红烧就是清炼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新鲜的鱼头是不需要腌制的 只需要在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锅底搓上洋葱 金针菇 放入鱼头 碗里放姜末蒜末红椒 脱肉油炸香 放一小包这个酸汤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搅匀后均匀地铺在鱼头上 拌瓶快过期的啤酒 去清风香 口感焖煮10分钟 酸辣开胃 喜欢你也试试吧 很多人鱼头买回来 不是红烧就是清炼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新鲜的鱼头是不需要腌制的 只需要在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锅底搓上洋葱 金针菇 放入鱼头 碗里放姜末 蒜末红椒 拨肉油炸香 放一小包这个酸汤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搅匀后均匀地铺在鱼头上 拌瓶快过期的啤酒 去清风香 口感焖煮10分钟 酸辣开胃 喜欢你也试试吧 我不允许你们没吃过 这个四川网红小吃 先来做炒皮部分 很简单 地瓜粉加清水 搅拌均匀 过一下筛 捋出颗粒 找一个平点的锅或者盘子都可以 刷上油 水开蒸5分钟 放入清水 就可以很轻松地把勺皮撕起来 半透明的 柔润有弹性 叠在一起的时候 刷点油 以免粘粘 接着来做内馅部分 虾尾和大虾 直接加入一包小龙虾调料 盖上盖子焖熟 放一包泡面 足散 平底锅刷一点油 放上勺皮 煎到表面冒极密集的小气泡 两面都要煎到微微焦黄哦 刷上喜欢的酱汁 撒上芝士碎 再来点泡面 摆上大虾卷起来 用竹签定型 为了可以更还原 在边上捡出一个口子 把小龙虾摆上去 可以共做两种口味 一种辣酱的 一种甜面酱的 撒上芝麻 还有葱花 这东西想想都知道 不可能不好吃 煎出来的勺皮 特别的酥脆 里面是满满的内馅 每一口下去都超满足 快 走给恋爱的人吃吧 玉米蒸肉饼 我家每次做这个菜 孩子都要多吃两碗饭 夹好的肉馅 加玉米 糖 盐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蠔油 淀粉 鸡蛋 抓拌均匀 再摔打9980一下 这是好吃的关键 一勺发生油锁住味道 碗底铺上黄豆芽 肉饼铺在黄豆芽上 上蒸锅 水开蒸10分钟 再焖半个小时 焖到碗中拌碗水就可以了 水润水润的 是不是你也被馋哭了 过年大鱼大肉吃腻了 做一道这样的泡萝卜 酸爽开胃又解腻 一个萝卜切成丁 放碗中加入屏幕上的配菜 放盐 多些糖和红醋 没有红醋用香醋 搅拌均匀腌制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酸酸甜甜解腻又开胃 蚂蚁上树 老家酒席上经常出现的一道菜 先煎个鸡蛋饼 切成条条备用 肉末下锅迅速滑散煸香 放盐 老抽 蒜末 翻炒上色均匀 倒入小碗开水 加泡好的粉丝 鸡蛋 一勺鸡精 白胡椒粉一定要加 一圈生抽 加点猪油会很香 用筷子翻拌收支就好了 喜欢的老铁们赶紧安排吧 家里只要有牛奶和鸡蛋 就可以做好吃的双皮奶 锅里倒入250毫升纯牛奶 拌碗清水 搅匀并烧开 倒入碗中放凉 准备三个蛋清 一勺白糖 几滴白醋 搅匀倒入放凉的牛奶中 搅拌搅拌 贴去浮沫 盖保鲜膜 水开蒸15分钟 加喜欢的水果 好吃的双皮奶就做好了 秋冬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我家每周至少给孩子做一次牛肉包 牛里即切成薄片 放盐 糖 白胡椒粉 生抽 蚝油 淀粉 姜丝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 搅拌至牛肉发黏 这一步是牛肉吃起来鲜嫩的关键 一勺油锁住鲜味 腌制半小时 锅内热油下姜蒜 洋葱爆香 铺上金针菇和胡萝卜丝 再均匀摆上牛肉 一圈生抽 适量清水 扣盖焖煮8分钟 撒上红椒葱花 香喷喷的牛肉包就做好了 你一定想不到豆芽炒香肝像我这么做好吃到想哭 香肝切片 水开下香肝 加点老抽 做熟捞出 油热爆香蒜末 倒入豆芽 香肝 红椒 放盐 生抽 蚝油 豆芽炒出水分 下一把韭菜 大火翻炒均匀 出锅了 简单的食材做出不简单的味道 还不快点试试 滑蛋牛肉 一道蛋白质满满的家常菜 听说也是港式茶餐厅桌桌必点的一道菜 吃过的都对它念念不忘 牛里极力纹切成薄片 用葱和姜搓一个葱姜水 捞出葱姜 放小勺淀粉 搅匀备用 牛肉加少许盐 一勺糖 少许小苏打 生抽 蚝油 抓拌上筋 再分两次加入葱姜水 让牛肉充分吸收 拧一圈发生油 锁住鲜味和水分 多搅几个鸡蛋 加少许水淀粉 能使鸡蛋更嫩滑 充分搅打 碗小了换一个大碗 搅滞蛋白和蛋黄充分融合 热和冷油 下腌好的牛肉滑散 炒到身后倒入蛋液 开小火煎蛋 哪里凝固推哪里 往中间推 一直推到没有流动的蛋液就可以了 牛肉和鸡蛋都无比嫩滑 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 喜欢的赶紧安排吧 夏天爱喝的苦瓜汤 要怎么做才能肉片滑嫩 苦瓜不苦呢 首先树上摘来的苦瓜对半切开 用勺子刮去中间的白嚷 然后洗刀切成薄片 用盐水浸泡10分钟 这才是苦瓜不苦的关键 切好的梅花肉加盐 料酒 红薯淀粉招拌均匀 水开放入肉片 倒入苦瓜煮两分钟 加盐鸡精 像有调味 有条件的放点葱花枸杞 清热结束超好喝的 年夜饭桌上都要做一道生菜 寓意生财 很多人却不知道 怎样做到翠绿鲜嫩又好吃 锅里水烧开 加盐和植物油 能使叶子保持翠绿 超烫30秒捞出备用 热油爆香红椒丝和蒜末 好吃的关键是 这个很多饭店大厨 都在用的白灼汁 它像酱油一样 适合各种清蒸和白灼菜 上桌了 清脆又爽口 这个关键